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我想咨询一下 然后我这十年适不适合做生意呢 其实这一个十年我会从你这一个虚税开始计算 你今年是44岁 流年走的十年大限是42到51岁 这一个十年线里面呢 你是求稳的运局 舞曲抗天府 天府是稳的或求稳的 所以这十年你的事业运 我会建议你求稳为主 求稳 就是不换 但是我觉得 我的工作不是很顺的最近 那我怎样去比如说转行啊 或者是哪一个事业 哪一个行业都不消失 其实我会建议你保留 你的事业的不顺 只是人缘的关系 或人际关系里面 因为你走天府 会比较有这种高傲的性格 或者是与人有点格格不入的性格 但你不能够因为你的关系 而想换工作嘛 对吧 而且这十年你的事业运 只求稳 不移工 只移手 那我在什么时候 比较适合 像你的运局里面 你是属于皇帝格 皇帝是属于老板格 你是一定想做生意的 或很想做生意的人 我会建议你在52岁 这一个大县呢 下一个大县 开始做生意 或者是你在48岁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十年运有分前五后五 像42岁开始呢 加一个五年是四期 我会建议你在48岁开始 找手于生意 今年44岁 只差三年的时间很快 那我再 接下来 我是和哪个行业 比较适合 像你本身是属于指挥嘛 加天象嘛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在金融 或者是在投资这行业里面 找手会比较 对你有利 跟我显然说的 因为这行业是超过的 嗯 像比如现在你是在 就职嘛 工作嘛 下一个运里面 你可以找手于自己做老板 或者是 自己投资 但是那个自己投资 你认为我 是不是给一个建议 哪个方向比较好 稳的投资 比如长线的蓝筹股 或者是 信托债剑 这一类型 对你来说比较有利 嗯 那非常感谢老师 好 谢谢你的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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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